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这个部分可能构成了 比卡索一个很强烈的西班牙血缘 在他的身体里面所流动的东西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他的父亲 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美术老师 所以他的父亲从小给他 极其严格的学院的这种训练 规定他要怎么样画画 素描 镜物这种画法 很多人从小给他 很多人都羡慕比卡索说 他从小受到很好的美术的训练 所以他的技巧极好 可是我不晓得 我看到很多的传记 我隐约感觉到比卡索 有一种很大的哀伤 我想那个是跟父亲之间 很奇特的一个关系 我们看到他最早的训练 的确来自爸爸 可是他好像又很想背叛这个东西 因为年轻的孩子 其实不愿意那么被约束住 那么被掐住 所以你会感觉到说 他一直想逃开 一直想逃开这样 背叛这样的一个父亲给他的这种压抑的这种东西 所以他曾经跟很多朋友讲过 他说 你们都羡慕我画画画得很好 八岁就画了第一张油画 然后等一下各位会看到他十二岁十三岁的作品 简直叹为观止 可是比卡索常常讲说 我觉得我最大的悲哀是我从来没有画过儿童画 我想这句话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一句作品 就是什么叫做儿童画 一种没有目的的 率性的 一种自由的 一种为了快乐而去画画的这样的东西 他从小被剥夺了 因为父亲一直是培养他做一个画家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压抑的东西 在比卡索的身上里面构成他后来作为画家 一个巨大的一种优点 可是也变成他一直想要背叛的东西 所以父亲 我觉得父权在比卡索的身上 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一种牵制的这种力量 等一下各位也会看到他画的这个父亲的这些像 我给各位看到的第一张照片是比卡索四岁 四岁的一张照片在马拉加 不晓得比卡索愿不愿意被家里打扮成这个样子 打着领结穿着像个小绅士 你可以看到他父亲是一个社会里面的一个 本来是一个中学的美术老师 后来慢慢做得比较好一点 在学院里面教美术 可是基本上是一个 很想成为画家 而没有成为画家的一个 有一点挫折的一个父亲 所以这个父亲对孩子的严厉 跟希望孩子变成一个中产阶级的那样的一个身份 非常的明显 可是比卡索反而后来一直想背叛这个 所以你会感觉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服装的里面包裹着一个四岁的 可能是顽童性格的比卡索 然后那个部分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他一生的创作里面 可能一直会流露出来 好 这边有一张小小的一个图 也许让各位看一下马拉加的位置 这边就是直布罗特海峡 这边过来就是非洲 所以他非常近非洲这个地方 近北非 然后我们平常讲的马德里在这里 巴塞隆纳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他十四岁的时候 到巴塞隆纳去入学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比卡索是一个西班牙最南端的 这个民间出来的一个人 后来他十七岁到这个地方 叫霍尔塔 霍尔塔这个地方去养病 然后巴塞隆纳是他最重要的青少年 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地方 然后十六岁他到了马德里 到了马德里 以后他到了巴黎 在一九零四以后 他基本上完全定居于巴黎 主要的活动地区是在法国 有一大部分时间是因为这一块领土 变成了右派的法西斯政权 法朗哥元帅的统治 比卡索其实是一个流亡者 在政治上 他是一个不能够回祖国的人 因为他跟西班牙当时的统治者 是一个对立的态度上 他是一个左派 是一个左派 所以我们看到 他的活动的区域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七岁的照片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 七岁的比卡索这张照片 跟他的妹妹Lola 一起拍的一张照片 隐约看到他有一种背叛的东西 已经出来了 有一点满满的 然后坐在那边 不愿意做得好一点 因为我们小时候拍照嘉莲的说 做好一点 做好一点 他有一点 好像要背叛那个镜头 或者面对镜头 他开始有了一种 不同的力量出来 我想那个部分 等一下各位会看到 他在绘画里 所受到的父亲的 这个强烈的引导 形成两个力量 就是基本上 我觉得那个背叛的力量 后来越来越大 好 各位看一下 他十二岁的素描 这是他十二岁的作品 我要讲的不只是说 这个素描当中 有一种精准的 对于线的人体 解剖跟透视上的精准度 看到了一个 早熟的绘画上的一个天才 他的那种能力 可是更重要的是说 这张画里几乎不是一个 孩子的感情 就是一个人赤裸坐在那边 脸埋在双手当中 那种哀伤 那种忧郁跟悲苦的感觉 我们会想到范骨 印象派的范骨 曾经画过一张这样的作品 可是在他年纪 比较大的时候画的 可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会懂得这个感觉吗 会了解这样的一种 情绪上的哀伤吗 其实我开始 在这样的作品里面 在皮卡索早期的作品里面 感觉到 他有一点被父亲塑造成了一个 好像要去接受一个 老气横丘的东西 所以他后来一直想找一些顽皮的 或者活泼的这种调皮的东西出来 可是在年轻的时候 反而我们看到他非常的沉重 在他的整个生命当中 非常沉重 可是素描的那个线条的精准度 的确是非常惊人的 各位再看他下一张 十三岁的一张石膏像的素描 他画一个手背的石膏像 这里面对于光影的体积的训练 已经到了非常准确的地步 所以我们看到十三岁的皮卡索 其实是等于把美术学院里面 要学的基本课程 大概全部上完了 而且是一个自忧生 绝对是一个自忧生 因为我们看到 对于一个石膏像的亮感 这种体积的这种处理 以及后面的光影的这个空间 比如说这个手背 后面的这一道光影 以及到这里的影子的这个关系 他已经掌握到了非常精准的地步 所以他的父亲已经觉得没有东西可以教他 所以在十三岁到十四岁之间 他的父亲把所有画画的工具全部交给他 有点像中国人讲 传衣博了 就把画画的工具都给他说 我一生想做画家 可是我以后不画画了 因为画不过这个儿子 那这件事情是在皮卡索的传记里面 常常被提到的 大家都觉得皮卡索真是一个早熟的天才 那得到父亲这么大的赞赏 可是我不晓得 我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十四岁 我爸爸跟我说 我不如你了 我想那个压力其实蛮可怕 所以我还是要提到 皮卡索在父亲身上承绩了一个 他一直有一点担当不起的那种 沉重的压力的东西 所以他后来很可能很想背叛 所以到十四岁的时候 他在父亲的敦促底下 他就到了巴塞隆纳去 这是他十四岁的一张照片 你可以看到一个刚刚长成的少年 那种英姿风发 他到了巴塞隆纳这个北边的大城 西班牙最大的一个大城 因为他的港湾的这种繁荣 然后高地在这边盖了很多的建筑 那西班牙最精英的知识分子 跟中产阶级都在巴塞隆纳 都在巴塞隆纳 一般人都称巴塞隆纳叫做小巴黎在当时 那所有留法的艺术家回来 都在巴塞隆纳聚集 所以他变成了西班牙最前卫 风气最开明的一个地区 所以他的艺术学院 也是西班牙最有名的 那比卡索就去 在父亲的这个要求底下 就去考这个艺术学院 那西班牙的巴塞隆纳的艺术学院的考试 是一个月的时间 有几个石膏像 一些进物 一些人体 然后你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慢慢地画 最后把作品交给学校 来接受审核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他在传记里面常常被提到这件事 14岁的比卡索 用一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考试考完 然后第一名进到了巴塞隆纳艺术学院 那所以他当然是知道了自己的才能的 知道了自己在绘画技巧上的 这个专业的这个能力的 可是比卡索 在这个部分里面感觉到的一个优越感 在另外一方面可能需要另外一个弥补 所以你会感觉到他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对学院的交易 有部分的怀疑 部分的怀疑 部分的一种对抗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在14岁到16岁之间 他在巴塞隆纳一方面在学校画画 画很严格的这种 学院技巧给他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他开始在街头上去混 跑到咖啡馆里面去找那些 同年龄的朋友聊天 去谈诗 谈戏剧 谈最近有什么样的画展 很好玩 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是 比卡索忽然离开了父亲 开始跟同年龄的朋友 去追求所谓的前卫 然后听到一个刚从巴黎回来 一个很拽的人讲巴黎如何如何 那巴黎的后期印象派 德格尔在画什么样的作品 那樊骨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他已经在那边得到了 很大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感动的一种力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比卡索学院的教育 跟他在社会里面得到的 某一种反映的东西 同时在他的作品里面 可能会看得到 可是下面我希望各位还是看一下 他在14岁到15岁这一段时期 他的几件重要的学校 可能规定的作业 画模特 然后他自己也给自己 一个严格的学院上 技巧的训练的某一些作品 15岁的时候他画了三张画像 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 一张是爸爸的像 一张是妈妈的像 一张是自己的自画像 我想这三张像都非常有趣 这三张像都在画自己生命里 一个人生命里面 跟自己最有关系的三个生命 那其实不只是在画画 如果画一个模特可以很客观 可是画爸爸很难客观 这个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长得什么样子 可是除了长得什么样子以外 他有个习惯 他有一种个性 他有一种父权的那种严厉的东西 以及一丝不苟的东西 我想各位大概都知道 皮卡索后来对父亲 其实有很大的批评 甚至有一点严厉 我们说他的批评是说 皮卡索后来讲过 从中国的孝道来讲 觉得很不厚道的一些东西 比如他说 我父亲的话 大概就是那种挂在餐厅的话 我们听起来觉得 我们大概不太敢讲父亲的话 这样 可是皮卡索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 父亲那个学院的训练 只能帮助他入门 可是到真正要发展感觉的时候 发展不出来 因为父亲太死板 太遵守学院的规矩 那这个规矩 如果你一成不变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活路 所以他用了非常精准的素描 处理出一个 有点严肃 有点瘦 然后有一点自苦的艺术家 因为他爸爸一生没有成名 也一生有一点忧郁 觉得自己挫折沮丧 非常不开心的一个人 可是相反的我们看到 皮卡索的母亲 是另外一个角色 西班牙的妈妈 胖胖的 然后不像父亲那么学院派 皮卡索是家里面 跟他父亲唯一的两个男人 因为他们家里面 他几个都是姐妹 然后他妈妈 有两个姐妹 没有出嫁 也住在他们家 他妈妈的妈妈 他的外婆 也住在他们家 所以皮卡索常常跟人家讲说 我是在一个女人世界长大的 所以那种拉丁民族的那种女性 或者我不用女性吧 应该用母性 那种母亲的胖胖的 然后那种很呵护孩子的 那样的一个生命力 我觉得对皮卡索的影响 可能后来比父亲强 因为我要举一个例子 各位知道 19岁皮卡索决定要离开自己的家 离开故乡 一个人去闯天下 背了一个包包 坐了火车 从巴塞隆纳到了巴黎 他到巴黎 第一件事情是 他把他的姓改掉了 他后来用的姓皮卡索 是他妈妈的姓 不是他爸爸的姓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我们大概看到后来 皮卡索满以他自己母系的 那个继承生命力 作为他自己的一个 一种自豪 就是父亲给他的感觉 其实是学院的 一种严格的学院 可是母亲那边 可能是生命的 那种更丰厚的 那个生命力的东西 所以在他15岁的 这两张画里 我蛮希望各位可以对比出 那个父亲的形态 跟母亲形态之间的 某一种不同的感觉 下面我们再看 他自己的一张自画像 这张画保留在 巴塞隆纳的艺术馆 巴塞隆纳有一个 皮卡索美术馆 那这次来台湾的画 都是巴黎的 皮卡索美术馆 不是巴塞隆纳的 巴塞隆纳保留的 都是他早期的作品 那保留的状况 也不是很好 因为青少年时期的东西 可能别人也都乱丢 所以可以看到画布上 很多这种刮痕 这一类东西 可是我们看到 皮卡索青年时代 15岁的那种 刚刚发育的 某一种少年期的 忧郁的东西 非常明显在这个画里 在表现 而且敏感 有一点敏感的 那个青少年的 那个年龄的气质 在整个画面 洋溢出来了 然后各位也可以看 他同一个时间 他还是一个用功的学生 父亲给他的这种教导 并没有减低 所以他在学校里 还是对模特 做非常严格的 素描解剖 所以我想看到这一类的作品 我们基本上会有一个共识 就是皮卡索是20世纪 少有的一个艺术家 对19世纪以来 所有的古典技法 最了解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到现场 看到皮卡索后来 变来变去 变成简直都看不懂了 有人说 这个人一定不会画画乱画 可是刚刚好错了 皮卡索是 大概所有人公认古典技巧 皮卡索是20世纪以来 搭乱画的 感谢观看